为了提升结婚率 过去因为疫情而停办的一项辩明措施 基隆市政府特别恢复办理 为了便利新人办结婚登记 民政处护政科表示 从11月1号起 只要民众提前三天到30天内进行预约 就可以选在周六上午 到护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 对于平时忙于工作的民众来说相当便利 就是工作组他们都要上班 连礼拜六也要上班 他们可能会找其他的时间来预约 提供让他们也结婚登记 这个是一个怎么讲便名的服务 我们是可以用打电话的 还有现场的 还有就是网路的 还有传真的方式 电话也都可以来办理 所以那礼拜六来的时候 就是把一些证件带过来 他有关的准备的文件 就一定要到当事人的身份证 印章还有户口名簿 那我们来办的话 就是要有两个成年人的亲自签名 结婚书约 办好结婚登记 还可以利用各户政事务所 精心打造的结婚拍照专区拍美照 为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们从去年一月份 我们处长 我们张处长 他就在规划 就是到今年九月 我们三个户政事务所 还有四个办公室 也都全部都完成这个备版的 这个还获得很多 大家来照相 结婚的啦 打卡啦 都会来这边 由于目前不婚不生的状况 已经是台湾面临的国安危机 因此市政府民政处表示 希望借由各项辩明措施 来提升结婚率 进而减缓少子化的问题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